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文亮牧师在虎光教会服侍 今天我们要来看 约翰福音的19 20 21这三章 约翰福音19章可以算是 我们认为最悲痛的一章 因为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 受死的一段记载 这段记载当中 约翰他特别的去刻画了 有关耶稣在神性的 另外一面人性的表现 包括他怎么样把玛利亚 耶稣的母亲托付给约翰 约翰怎么样接纳玛利亚 做他的母亲 也代表着耶稣要我们在 他的关系当中都合而为一 的一个应许 而约翰福音的19章 如果是最难过的一章 20章就是最荣耀的一章 最喜乐的一章 记载有关耶稣基督的复活 而到了约翰福音的21章里面 当然很有趣的是 本来20章是约翰福音要结束的一章 可能约翰又想到了 有关于他的跑朋友彼得的一些生平 很重要的故事 也特别是把耶稣再一次 对门徒的呼召 以及要门徒回应他的爱 都刻画在21章的当中 所以我们盼望在19、20、21章 从最悲痛、最荣耀的一章 也再一次回应我们主耶稣的呼召 我们一起来读这三章的经文 当下毕拉多将耶稣鞭打了 并定用荆棘鞭做冠冕戴在他头上 给他穿上紫袍又挨进他 恭喜犹太人的王啊 他们就用手掌打他 毕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 我带他出来见你们 教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耶稣出来 带着荆棘冠冕 穿着紫袍 你们看这个人 纪司长和柴仪看见他就喊着 订他十字架 订他十字架 你们自己把他订十字架吧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我们有律法 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 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 毕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 又进衙门对耶稣说 你是哪里来的 耶稣却不回答 你不对我说话吗 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 也有权柄把你订十字架吗 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 你就毫无权柄伴我 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 罪根重了 从此毕拉多想要释放耶稣 无奈犹太人喊着 你若释放这个人 就不是该撒的忠臣 反以自己为王的 就是背叛该撒了 毕拉多听见这话 就带耶稣出来 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乌华石处 西伯来华叫厄巴大 就在那里坐堂 那日是预备于月节的日子 约有五正 毕拉多对犹太人说 看哪 这是你们的王 他们喊着 除掉他 除掉他 钉他在十字架上 我可以把你们的王 钉十字架吗 除了该撒 我们没有王 于是毕拉多将耶稣 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 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 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 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独楼地 西伯来华叫各各他 他们就在那里 钉他在十字架上 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 一边一个 耶稣在中间 毕拉多又用牌子 写了一个名号 安在十字架上 写的是犹太人的王 拿撒勒人耶稣 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 因为耶稣背定十字架的地方 与城相近 并且是用西伯来 罗马 西里尼三样文字写的 犹太人的祭祀长就对毕拉多说 不要写犹太人的王 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 我所写的 我已经写上了 写犹既既然将耶稣定在十字架上 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 每冰一份 又拿他的礼衣 这件礼衣原来没有份儿 是上下一片支撑的 他们就彼此说 我们不要撕开 只要研究看谁得着 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 他们分了我的外衣 为我的礼衣研究 冰冰果然做了这事 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 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 并格罗霸的妻子玛利亚 和摩达拉的玛利亚 耶稣见母亲 和他所爱的那门徒 站在旁边 就对他母亲说 母亲 看 你的儿子 就对那门徒说 看 你的母亲 从此 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 这事以后 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 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 就说 我渴了 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 他们就拿海绒沾满了醋 绑在牛西草上送到他口 耶稣尝了那醋就说 成了 便低下头 将灵魂交付神了 都不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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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免得失守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 于是兵定来 把头一个人的腿 并与耶稣同定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 只是来到耶稣那里 见他已经死了 就不打断他的腿 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 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 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 他的见证也是真的 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 叫你们也可以信 这些事成了 我要应验经上的话说 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 经上又有一句说 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 这些事以后 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 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 他来求比拉多 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 比拉多允准 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 又有尼哥迪哥迪摩 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 带着墨药和沉香约有一百金钱来 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 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 在耶稣定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 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 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 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 又因那坟墓进 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 第二十章 七日的地日清早 天还黑的时候 摩达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 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 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对他们说 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 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 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 往坟墓那里去 两个人同跑 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 先到了坟墓 低头往里看 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 只是没有进去 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 进坟墓里去 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 又看见耶稣的果头巾 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 是另在一处卷着 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 看见就信了 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 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 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 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 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 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 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 一个在头 一个在脚 夫人 你为什么哭 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 我不知道放在哪里 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 看见耶稣站在那里 却不知道是耶稣 夫人 为什么哭 你找谁呢 玛利亚以为是看缘的 就对他说 先生 若是你把他移了去 请告诉我 你把他放在哪里 我便去娶他 玛利亚 玛利亚就转过来 用希伯来话对他说 拉波尼 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 不要摸我 因我还没有升上去 见我的父 你往我弟兄那里去 告诉他们说 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 也是你们的父 见我的神 也是你们的神 莫达拉的玛利亚 就去告诉门徒说 我已经看见了主 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 告诉他们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 门徒所在的地方 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 耶稣来 站在当中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说了这话 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 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 愿你们平安 父怎样拆遣了我 我也照样拆遣你们 说了这话 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 你们受圣灵 你们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赦免了 你们留下谁的罪 谁的罪就留下了 那十二个门徒中 有称为低土马的多马 耶稣来的时候 他没有和他们同在 那些门徒就对他说 我们已经看见主了 多马却说 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 用指头探入那钉痕 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 我总不信 过了八日 门徒又在屋里 多马也和他们同在 门都关了 一速来站在当中 愿你们平安 就对多马说 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 不要疑惑 总要信 我的主 我的神 您看见了我才信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 有福了 耶稣在门徒面前 另外行了许多神迹 没有记在这书上 但记这些事 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第21章 这些事以后 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 又向门徒显现 他怎样显现 记在下面 有西门彼得 和称为低头马的多马 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丹叶 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 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 西门彼得对他们说 我打驴去 我们也和你同去 他们就出去上了船 那也并没有打着什么 天将亮的时候 耶稣站在岸上 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 小子 你们有吃的没有 没有 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 就必得着 他们便撒下网去 竟拉不上来了 因为鱼甚多 耶稣所爱的那门徒 对彼得说 施主 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 一听见施主 就树上一件外衣 跳在海里 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 约有二百肘 就在小船上 把那网鱼拉过来 他们上了岸 就看见那里有炭火 上面有鱼又有饼 把刚才打的鱼 拿几条来 西门彼得就去 把网拉到岸上 那网满了大鱼 共一百五十三条 鱼虽这样多 网却没有货 你们来吃早饭 门徒中 没有一个敢问他 你是谁 因为知道是主 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 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 向门头显现这是第三次 他们吃完了早饭 耶稣对西门彼得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主啊 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你喂养我的小羊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主啊 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你牧养我的羊 第三次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彼得因为耶稣 彼得因为耶稣 第三次对他说 你爱我吗 就忧愁 主啊 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 你喂养我的羊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你年少的时候 自己树上带子 随意往来 但年老的时候 你要伸出手来 别人要把你树上 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耶稣说这话 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 荣耀神 说了这话 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吧 彼得转过来 看见耶稣 所爱的那门徒跟着 就是在晚饭的时候 靠着耶稣胸膛说 主啊 卖你的 是谁的那门徒 彼得看见他 就问耶稣说 主啊 这人将来如何 我若要他 等到我来的时候 与你何干 你跟从我吧 于是这话 传在弟兄中间 说那门徒不死 其实耶稣不是说 他不死 乃是说 我若要他 等到我来的时候 与你何干 为这些事做见证 并且记载这些事的 就是这门徒 我们也知道 他的见证是真的 耶稣所行的事 还有许多 若是一一地都写出来 我想所写的书 就是世界也容不下的 我可以在说 你会找出来的 你会找出来的 这些事 你会找出来 是非你 一个人 在为他 都要是大 也有 这些事 说中国的 第一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